腾讯体育10月6月训,北京时间15点30分,2018年中超联赛第25轮继续展开争斗,大连一方队主炒3比1里转战胜江苏舒宁队。 第四分钟,帕莱特闪电破门,第三十七分钟和第八十四分钟,穆谢奎没开二度,第六十八分钟,卡拉斯可任意球破门,中超一方3比1里转苏宁宝吉,无忧穆谢奎二球赢主场,六连胜比赛交点,穆谢奎破门精彩回放第三分钟,特谢拉前场左路送出直塞,光松插上带球突破,到进去左侧起脚近设备张冲, 扑出底线,光松到威胁第四分钟,苏宁队获得右侧脚球,光松竹拔到进去左路,帕莱塔迎球推着破门,1比0,苏宁的客场取得领先,这也是帕莱塔的中超手球,帕莱塔破门第十四分钟,特谢拉前场右路横传中路,无锡顺势横敲进去前左侧,张小斌远射高出横梁,张小斌远射高出横梁第十五分钟, 谢鹏飞中场附近和卡拉斯克拼抢11个剪刀腿把卡拉斯克扳倒,卡拉斯克有一个踩踏动作,双方球员被拢过来相互推荡,场面一度非常混乱,卡拉斯克不依不饶,一直想和谢鹏飞理论结果吃到一张黄牌, 变发冲突的动作现场一片混乱,第十四分钟,秦升前场右路大力之初进外球到禁区右侧,卡拉斯克的球后背对球门勾射高出横梁,第十六分钟,苏宁队获得禁区前中路任意球, 李娅主把大力射门被人抢挡出,他再次的球后远射偏出底线,第三十七分钟,盖塔前场中路分到左路, 李帅插上突破到禁区左侧底线附近横桥中路,卡拉斯克巧妙漏过,穆谢奎迎球载射破门,一到一,一方队将禁分扳平,穆谢奎破门第四十一分钟,一方队获得禁区前左侧任意球, 盖塔主发弧线球船中到禁区,被护超扑了以下飞出底线,上半场,两队战成一比一,第四十八分钟, 阿布都韩敏提和卡拉斯克在中场平场时过于激烈,阿布都韩敏提的球衣被撤破,不得不到场外更换一件新球衣,第五十六分钟, 特谢拉前场一路下笛船中被倒出,韩恒飞在此的球后,进区右侧击脚打门,高出横梁,第六十一分钟,苏宁队获得禁区前中路任意球, 放松主发直接打门,提球高出横梁,第六十八分钟,莫谢奎前场左路突破的禁区前沿被帕莱塔扳倒, 主菜派向帕莱塔出是一张黄牌,一方队获得禁区前左侧任意球,卡拉斯克主发直接打门, 皮球击中横梁下沿反弹进球门,二杠一,一方队将逼分反超,卡拉斯克任意球破门第八十四分钟, 张冲大脚开出球门球,朱景利用对方失误前场右侧的球突入进去横桥中路, 穆谢奎推射空门得分,没开二度,一方队三比一锁定胜局, 穆谢奎没开二度最终,一方队三比一战胜苏宁队, 首发阵容大连一方队,门将,一张冲,后卫,四里帅又二三, 三王一鹏又二三,三十一将扇停,三单横飞,中场,十六琴, 升第九十二分钟十五金墙,八珠琴第八十八分钟二十九孙伯, 九盖塔,十塔拉斯科,朱小刚,前锋,十穆谢奎, 江苏苏宁队,门将,一顾超,后卫,二十二部都海米奇, 又二三,二利亚,二十九套来塔,五周云第七十四分钟二十八, 杨笑天,中场,三十三方松第八十一分钟十六高天一, 又二三,十二张小斌,三田一龙第七十四分钟十四, 南小鹤又二三,二十二无锡,十一谢鹏飞,前锋, 施特雪拉,风夜飘零。